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上一集我们有讲过关于有伤口 见到流血的情况给大家去处理 其实这也是跟流血的关系 不过这个就见不到 不是真的流出来的 是那些瘀伤 即是撞伤 瘀伤 瘀的情况 相信大家听众应该都会遇过这些问题 袁先生有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瘀伤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其实瘀伤很简单 如果你不破皮 即是你受伤但没有破皮 那些血就没有流出来 即是在皮下滲下去 就成为一种瘀伤 通常你看上去都是黑黑蓝蓝 青青绿绿绿的这样的 而且皮就按下去有点痛 有点痛的感觉 当然有些瘀伤自己会走 但有些情况是很久都不走 这是一个麻烦的 好 再来看看 鱼的部位是什么部位 以及它是否很广泛 是否很大胆 以及它是什么颜色 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是鱼的 可能是 他又不记得自己遇过 是呀 但看起来是很大胆 膝头膏或腿部 撞了之后就会很大胆 好了 遇到这些瘀伤 就是这样 听病人说些什么 如果病人跟他说 小事车不用理他 不要紧要 就想起什么 是安妮卡 那个冷静车 还要告诉你 其实这个瘀伤是怎样来的 其实我是去抽血 抽血之后 就承救血块走出来 这种情况 我们的疗剂 叫做Ballis Perrinus English Daisy Ba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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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用冻枯 就会舒服一点 遇到这种雨伤 手指凹着的雨伤 冻枯舒服 这个疗剂是Lidum L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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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做迷跌香 White Rosemary 这个疗剂 好了 还有 他说 我跌了 跌了 有单脊肠跌了 哇 那个雨痕很大快 我試過安妮菌,很多人家裡有安妮菌,都幫不了 安妮菌幫不了,很大的就是硫酸酸素 這幾個療劑,在適當時間選擇,會有很好的效果 當然,你聽到病者的主數,他說出的感覺 當時你也問一下,到底是怎樣弄傷的? 怎樣弄傷的?多久呢?還有,你痛不痛? 如果痛的時候,有什麼會令他舒服一點,或者令他差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在同學療法,跟很多其他醫療是很不同的 我們真的要問症,要了解的情況,是很多的 還有,就看情緒方面,精神情緒,有沒有受傷之後,有什麼改變了呢? 簡單來說,第一件事,任何的癒傷 第一件事,當然是安妮菌,不要理會這麼多 如果發現安妮菌用了之後,那個癒痕都好像還沒得 還有,有些是因為抽血之後,皮下滲出來的 這個就可以用Ballus,Ballus Perrinus,英國初谷 但是,如果那個癒傷的感覺上,摸下去是很冷的 還有,用冰敷會舒服一點,你就想什麼呢? 想個Lidum,Lidum蜜蜜香 好了,如果受傷的部位,可能是骨膜 有時候,腿骨,屁骨,屁骨 撞傷之後,在骨膜撞傷 這種癒傷,就會用Ruta,雲香 OK 好,還有,發現那些癒傷,長期都有些 整天都是容易出血 還有,經常復發,那個癒劑就是輪 來的,OK? 輪的癒劑,Phosphorus 好,如果阿尼克試過,都沒有什麼幫助 還有,乳霜的部位很大 那就用什麼呢? 就試那個硫酸,Sulfuric Acid 這幾個 通常遇到乳霜,當然它不是很急痛 你可以每四個小時就用一劑 通常用了三劑之後,應該有改善 如果那種感覺一點都沒有改善 就覺得這個癒劑就不一定對 那你就可以試其他幾個癒劑 其實癒劑的情況,我認為急性病應該很快 可以這麼說,一天之內應該會看到 但如果你發現一天之內,好像都沒有什麼大改變 那你可能癒劑就不一定對 通常這些狀語,有時候都未必即時發現到 或者當時痛一痛,事後才出現了這些藍藍魚魚 就馬上用了癒劑 當你發現了之後,你給了癒劑 如果你有痛的感覺,你很快就會知道 但當然有些人可能完全不痛 有了幾天,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就讓癒劑觀察一兩天 用癒劑觀察一兩天 看看有沒有改善 除了癒劑之外,有沒有其他自己可以做到的方法 通常很多人,我叫做First Aid Treatment 一刀魚,第一件事都是先用冰敷 當然冰敷是最初的時候用冰敷的 12小時之後,就開始用熱 尤其是如果你的肌肉痠痛,就嘗試用熱 再到24小時之後,就用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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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維他命C,或者那些橙,金屬類的食物 黑加輪子,甚至是goji berries這些 都是含有生物類黃銅多的食物 可以直接服用多些 令到你的微酥管沒有那麼脆弱 沒有那麼容易癒傷出現的問題 很多時候,正常的食物是幫到我們最大的 袁先生,麻煩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今天介紹了幾隻療劑的特性 第一隻就是Anica Anica通常是瘀傷 第一時間撞傷,撞傷 神智都是覺得沒事沒事,不用理他了 其實這個也有的 有時候,可能Anica有時是黑眼 眼圈撞傷 還有很有趣 Anica那種瘀傷的神智很有趣 他常常睡覺,找不到地方睡覺 他說,那張床褲子很硬 眼來眼是不知道睡哪裏好的 當然,他可能周身瘀傷 有時候,可能魚的地方是一部份 但他躺躺床,他總是找不到舒服的地方 這個也是Anica 生金車的正形 第二隻就是Bellisperinis 英國初谷 這個通常受傷的魚的地方 是比較深入的 是一個靜脈的,是比較深入的組織 有時候可能因為手術 開刀之後 也可能因為抽血 就是深層的組織 如果試過Anica不行 下一步就用這個療劑 接著就是Lidum L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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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Lidum的症狀很有趣 它是瘀傷的 黑黑瘀傷的 摸下去是冷的 它冷的,但仍然是用冬膚 摸下去也沒有發炎 但它說要冬膚會舒服 這個很明顯就是Lidum 當然Lidum 當然Lidum 很多時候用一些針刺 因為針刺傷的 可能產生釘 接著就瘀了 出去了之後就瘀了 這個是Lidum的正形 接著是Lidum Lidum Lidum的人很容易瘀傷 不小心瘀傷就瘀傷 還有少許瘀傷 都很容易出血 通常我們用Lidum 都要看看人的體型 通常是比較外向的 很有同情心的 很友善的人 很喜歡跟人相處 高高瘦瘦 又怕黑,又怕下雷鮮田 就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鄰形的人也很喜歡喝汽水 喝冰凍的 有時候跟療法就是這樣 這個人 人的形要配合 療質的效果會更加明顯 接著就是Ruta 雲香 雲香通常是骨表面 骨表面的地方 撞傷它、刮傷它 這裏就是明天的乳痕 這就是Ruta的正形 接著就是硫酸 Sulfuric acid Sulfuric acid 通常都是撞傷之後 但是 魚的地方比較大 可能有些鮮紅一點的魚 影響到小的微酥管影響 有些範疇大一點 還有 Sulfuric acid的人的心智 平時的人很心急 做得很急速急速的 還有什麼情況之下 如果它流出來的血 都是黑黑的 黑色的血 都是一個Sulfuric acid 可以使用的 劉酸營的人 有些時候很喜歡喝酒 有些時候我用劉酸 去幫助人們戒酒 是 這是一個很辦法 戒酒之後就不會經常撞魚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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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 可能就是 你撞到 或者不知道 怎樣經常性 都會出現到魚的時候 而今天 學會了這幾隻療劑 可以及早醫治回去 不要等到 它惡化了 怎樣的時候 才出現了後遺症 才來搞 就更加麻煩了 當然 如果其實是因為其他 可能是萬性病 而引起的 出現了這些症狀的時候 就需要找一位專業的 同理療法醫生 幫你們去跟進 接下來 袁先生會幫我們 介紹很多 急性病的 同理療法 自然療法的處理方法 為了全面了解到 常見這些急性的問題 以及怎樣用這些 簡單的療劑 簡單的自然療法方法 大家可以查詢 留意我們的網台節目 或者可以向我們 陸創意健康店的同時去查詢 可以買一個全套的 介紹急性病的處理方法 的CD 配上療劑 常備在家居 就可以做為 急救所需的物品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袁先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袁先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療劑的事項 可以聯絡我們陸創意健康店的同時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先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回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麻煩你了 謝謝你 余醫生 拜拜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